精彩 非常感激 因為拉小提琴的發音非常高深 如果不特意留意 也不會看得出 更不會聽得出 他是有相見的人士 我手上的作品是一位四肢癱瘓的脊髓損傷病人 利用只是頭頸眼球和嘴去控制一些電腦系統 能夠做到這麼漂亮的作品 我相信就算身體有障礙的病人 找到這麼適當的媒體 一定是可以發揮到他心裏面的能量出來 成為一些藝術品給大家去欣賞 Hello, my name is Adrian We'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n most people 我們大家都知道譚小提琴 由肩膀到手肘到手腕到手指都需要用到來控制那個弓 Adrien 右臂只有一半截 在前臂打落 其實先天上就有個缺陷 他要透過一些由治療師或者他家人 幫他設計的一個工具 令到他可以駁到他那個小提琴的弓 才可以彈到這個小提琴 Nicholas 他本身只可以用左手彈這個鋼琴 有點像Adrian的情況 有一個不屈不撓的精神去訓練 怎樣可以用一隻手彈到整個琴鍵裡面的每一粒彈 Adrian和Nicholas會在今年3月30日 在無限量的一個program裡面表演一功一鍵 大家多多支持 請支持無限量 無限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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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